7. 蘭州神報 蘭州年底前實行居民佳胎水價制度佳胎設置不少於3級1、2、3級佳胎水價比不低於1、1.5、3、2015年7月18日地方耀民A04泛海瑞本部信 記者泛海瑞7月17日 記者從蘭州市物價局了解道 根據國家法改委住建部關於加快建立完善城鎮居民用水階梯價格制度的指導意見和省法改委的具體安排部署 蘭州市將於2015年底前建立城鎮居民用水階梯價格制度 階梯設置將不少於3級 原則上1、2、3級階梯水價比低於1、1.5、3的比例設置 就此 蘭州市將於三季度召開聽證會 具體方案將在聽證會後揭曉 我國是水資源短缺的國家 人均水資源佔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城市缺水問題有為突出 目前 居民生活用水佔全國城鎮供水總量的比例接近50% 蘭州市雖然黃河村城而過 但受自然條件制約 使城市整體水資源利用不充分 水利基礎設施條件薄約 自然環境呈現乾旱小雨的基本特徵 加之受國家水資源指標的限制 人均可利用水資源量僅為742立方米 屬國家嚴重揭水城市之一 按照國家相關要求 2015年底前 設市城市原則上要全面實行居民皆胎水價制度 具備實施條件的建制震 也要積極推進居民皆胎水價制度 蘭州市則明確表示 今年年底前將建立居民用水階梯價制度 相關連接各階梯水量如何確定 按照國家要求 階梯設置應不少於三級 第一級水量原則上案覆蓋80% 居民家庭用戶的月均用水量確定 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需求 第二級水量原則上案覆蓋95% 居民家庭用戶的月均用水量確定 體現改善和提高居民生活質量的合理用水需求 第三級水量為超出第二級水量的用水部分 各地可結合當地實際 根據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標準和近三年居民實際 月人均用水量合理確定分級水量 各地可進一步細化階梯級數 設置四級或五級階梯 各階梯價格如何制定 根據不同階梯的保障功能 第一級保障基本需求 保持居民基本生活用水價格相對穩定 第一和第二級要保持適當架差 第三級要反映水資源欺缺程度 拉大架差 抑制不合理消費 原則上 1、2、3級階梯水價不低於1、1.5、3的比例安排 實行階梯水價後增加的收入 用於供水企業實施活表改造 彌補供水成本上漲和保持第一級水價相對穩定等 人口多的家庭將適當增加用水量至於計量繳費周期方面 藍州市將2月作為計量繳費周期 實施居民階胎水價原則上以居民家庭用戶為單位 對家庭人口數量較多的 將通過適當增加用水量解決 推進一會一表改造時實行階胎水價制度的重要基礎條件 藍州市將加快成市一會一表改造 互表改造和新建住宅水標應積極推行智能化管理 供水企業因實施計量度增加的改造 運營和維護費用 可計入供水成本 未實行一會一表的合表居民用戶和執行居民生活用水價格的非居民用戶 水價標準應案高於第一級階梯價格水平確定